花蓮市原住民族妇女干部工作会 在会长梁淑琴的带领下 关怀列车19号是开到了 花蓮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 邀请了30多位部落长者 共同在岁末寒冬之际进行围炉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感谢原住民妇女干部的贴心 在岁末年中传爱到部落 桌上摆满一道道美味佳肴 除了凉拌茄子及龙虚菜 还有两大锅热腾腾的鸡酒 这是原住民族妇女干部工作会成员 一早就分工合作 有人洗菜切菜 有人负责烹调 在岁末年中之际 寒冬送暖关怀部落长者 不仅安排带动跳活动 让长辈们活动筋骨 现场还有健康讲座课程 市长魏嘉贤19号上午也特别到场 感谢原住民妇女干部的贴心 非常谢谢我们原住民的妇女干部号 那在针对我们弱势的部分 来做一些关怀跟慰问的部分 也举办了一些好玩的一个活动 那也带动唱 让这些我们一些关怀的一个长辈 都能够非常开心 那在今天他们特别也煮了鸡酒 还有一些非常好吃的一个美食 跟这些长辈来分享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原型客的 彦平客长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同仁 一起也把这样的活动办得很圆满 那再次也要谢谢我们参与的 我们夏明隆代表跟平岛普丁代表 因为原住民的事物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繁杂 也谢谢他们在过去一年来 长期的对花园市公所的一个都免 让我们可以在各项的活动 都能够达到部落的一个 想要的一个想法 那未来新的一年 花园市公所也会继续的 为原住民相亲继续努力跟打拼 再次要谢谢大家 也希望身边如果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请一定要跟市公所来做联系 我们会全力的来关怀 所有每一位要关怀的朋友 到了中午用餐时间 工作会成员拿起碗筷 帮老人家添饭加菜 市公所原型客同仁 则是帮忙递上水果 老人家吃着部落妇女 用心烹调的美食 纷纷大战好吃又温暖 市公所也特地准备了 卫生纸及盐巴 由市长卫家先与代表们 亲手送到老人家手中 一一含蓄温暖 陪伴长者度过温暖的一天 记者徐立芹 欢迎电视报导